跟著白沙屯媽祖繞進 很多人也為土耳其人祈福 土耳其強陣造成了兩萬多人不幸罹難 臺中有監百年禀負 感念土耳其舟舊隊 為九二一大地震對臺灣的幫助 意賣兩萬顆蛋黃酥 所得將會全數兼給土耳其和敘利亞 另外呢 看到今天的鏡像隊伍當中 也發現家鄉是來自土耳其的藝人吳鳳 他也跟著白沙屯媽祖徒步繞進 為家鄉祈福 大屁相登角跟隨白沙屯媽祖祖 人潮中來自土耳其的藝人吳鳳 也跟著鑾叫徒步進桑 沿途受到不少信眾加油打氣 讓他直呼好感動 路上很多民眾也一直幫你加油 太多了太多了 真的是每一分鐘都是 聽到的是土耳其加油 台灣人真的是太熱情了 很多很多朋友 土耳其強陣造成兩萬多人不幸罹難 吳鳳也決定穿著土耳其國家的衣服 徒步繞進嫩丘咖 向媽祖祈求家鄉平安 這次參加的目的就是完全是想要為我自己的家鄉平安 因為那邊的人需要非常多人的支持 好謝謝台灣的朋友很多人已經捐款 很多人已經捐很多的物資 吳鳳用自身行動為家鄉祈福 台中有百年禀鋪業者也感念九二一大力震 土耳其幫助台灣救災 準備兩萬顆現烤蛋黃酥義賣 所得將全處捐給土耳其災民 現在蛋的價格不是這樣上漲嗎 會不會有壓力成本 如果要做工藝都不會想到這一些的 其實原本就是要把錢捐出去 那就是讓消費者可以大家有個出口 可以去做一些幫助 業者不考慮蛋價成本 拿出自家招牌點心拋磚引玉 希望能為土耳其災民 進一份微博心理 記者黃金泉李鴻及劉建宜 SN教組台中報導